得够2022、23新球季怎么看 布格斯堡上赛季紧紧 高出降班附加赛区5分 在季尾最后四轮联赛当中 赢了两场比赛 才有联赛38分来互级 雪上加霜的是帮助 奥格斯堡顺利互级的主帅韦恩舌亚 在联赛结束之后离任 刚刚踢出的气势又被打沉 另一方面寻找合适的主帅 也令球队管理层头痛 奥格斯堡在今下 仍来草根主帅马深 奥格斯堡多少有些将球队成绩 扎着在马深身上 面对新主帅球队体系 或要被重组 阵中球员心理方面肯定造成一定影响 小球会没有大量资金補强 只能用好手上的牌 上赛季基哥列书字 是奥格斯堡的头号射手 也不过攻入九个球 没有达到双位数 并且在夏天离队 结合赛季军场入球 刚刚一个出头的进攻演出 奥格斯堡的实力定位 会继续在联赛中下游位置 这样新赛季的展望 就自然落在户级之上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收听 记住赞我们的片同专页 记住赞我们的片同专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